欢迎收看新光讲门人 说起表情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82年 在早期互联网中 大家只能通过文字进行交流 史考特·法尔曼率先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BBS上 使用了笑脸及哭脸的文字符号 1999年 当时隶属于日本NTT Docomo公司的力田壤虫 创造了第一个应用于移动通信的绘文字 Emoji表情符号 而在中国腾讯2103版推出一套表情 并开始被用户广泛使用 到现在娱乐圈里好多明星的图片 也被大家做成表情包使用 接下来就为大家盘点香港娱乐圈明星的出圈表情包 一 李嘉欣 近期香港网民选最讨厌艺人 李嘉欣竟然还有上榜 她那时都嫁入许家好多年了 一共两轮的投票 提名最讨厌艺人 同时代的女星 就只有李嘉欣被提名 而且票数还不低 进入了第二轮 有些是因为太活跃高调被讨厌 有些是因为立场原因 李嘉欣既不活跃 同时也没立场争 还能上榜 就挺意外的 李嘉欣比较特殊 前两年高登年度最讨厌艺人榜单 她是唯一一个老牌女艺人 讨厌归讨厌 香港人又很关注豪门太太的动向 是不是很奇葩 追溯李嘉欣的人生经历 曾经以第三者的身份骂原配 和圈内不少女明星 都曾有过恩怨纠缠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多年 但网络是有记忆的 我真是恭喜你呀 在香港都已经成了一个梗了 被做成各种表情包都有 二 悠悠 悠悠陈自瑶 1981年8月27日 出生于香港香港女演员 2000年参加天网娱乐主办的 Cyber Girl选举 获得冠军 随后签约模特公司而入行 四年后 与模特公司满约后 签约无线TVB 同年主演时装青春偶像剧 赤沙印记 at四叶草二 有CT姐之称的 陈自瑶长着一副娃娃脸 平39寸长腿出镜 被称为是周慧敏之后的 另一位少男杀手 在荧幕上塑造过小妹妹 学生妹等形象 陈自瑶因在2009年播出的 《宫星记》里饰演 《钱飞燕》一绝而被观众熟知 2011年 又凭借在花花世界 花姐家里的出色表现 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在2020年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现场 陈自瑶黑脸老公的表情 简直可以入围 无限大宝藏 由由陈自瑶 凭一己之力 让沉寂已久的TVB 冲上热搜 也让想表达 亲妹的人 得到完美的脸替 当晚现场 属实是精彩万分 3.杨倩尧 许子山 胡定心 2010年的颁奖礼现场 可以说是 现实版攻心计 合照环节 三个人 三副表情 一个满脸不屑 另一个表面端庄 还有一个趋意逢迎 这一系列的表情 至今看起来耐人寻味 也衍生出无数解读 实际上那一年 在TVB万千星辉 颁奖典礼2010上 当镜头刚巧拍到 杨倩怡疑似 用肩撞击 藐视身旁的胡定心 之后又多次转身 也依旧没有正眼 瞧胡定心 只顾着跟另一边的 许子山聊天 当这组照片 被媒体曝光后 两人随即成为 网友茶余饭后的 讨论话题 还引起两家粉丝之间的 不满之情 幸好杨倩尧和胡定心 最后都发文否认了 不合的传闻 才将战火熄灭 如今那组照片 也是频频被网友 做成表情包 调侃使用 四周星驰 周星驰是华语喜剧演员 导演编剧 监制制片人 成品人 1962年 他出生于香港的 一个内地移民家庭里 一家人生活在九龙穷人区 七岁时父母离异 周星驰和姐姐妹妹 一起在单身母亲的 抚养下成长 在圣玛利奥英文书院 念完中学后 他做过办公室助理 刚入行的星爷 其实跑了好几年的龙岛 1983年 结业后成为无限议员 同年被派任 儿童节目 430穿梭机主持 做了四年 之后拍了 赌胜 桃学威龙 唐伯虎点秋香 石神等电影 1999年 带有自传性质的电影 喜剧之王 较为明确地传达了 周星驰的人生感悟 也再次夺得了 香港年度票房冠军 后面周星驰又出演了 《少林足球》《功夫》《长江七号》《美人鱼》影片广受好评 周星驰从无名小卒做到喜剧之王 实属不易 与此同时 人们发现星爷的表情 风不搞怪 极具表现力 实在是居家旅行 怼人泄愤的必备良药 加油喜事中的一个字 绝 现已称霸短视频平台 同样出自加油喜事的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早在2017年 就入选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经常被用作调侃 具有戏剧化反转的事情 《我全都要》这个梗 源自于社交网站上的 选美评比帖子 这张出自九品芝麻官的表情包 便频频出现在评论区 后来这个表情包 还衍生了不少抽象派作品 《我全都要》本意表达调侃 你以为真的全能选 《少林足球》中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 跟贤云有什么分别 现在多与各种摆烂表情包一起混用 5.张学友 张学友1961年7月10日出生于香港 歌手演员 香港四大天王之一 1984年因获得首届香港18区 业余歌唱大赛冠军而出道 1985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Smile 1993年发行的专辑《吻别》 打破华语唱片 在台湾的销量记录 1995年起连续两年获得世界音乐大奖 全球销量最高华人歌手奖 在此期间张学友也出演影片 1986年出演个人首部电影《霹雳大喇叭》 1989年凭借剧情片《望角卡门》 获得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 1990年凭借武侠片《笑傲江湖》 获得第2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 1993年出演喜剧片《东城西旧》 而这几年随着表情包的流行 又让天王张学友火了一把 他的表情包来自于经典黑帮电影《望角卡门》 张学友饰演的乌音哥与万子梁饰演的托尼 在麻将馆争吵 乌音哥识助托尼 并对托尼说出了那一句 也使拉你 这让张学友稳作表情包三大巨头之一 成为自制表情包的划时代代代头人 懒得同人沟通 甩这个表情包就完事了 六周润发主演了 网中人狂潮上海滩的二十余部剧集 1976年出摄影坛 在80年代凭英雄本色 《赌神》等电影 《赌神》是1989年上映的一部香港赌片 该片是由香港导演王金指导 周润发 刘德华 张敏 王祖贤等领衔主演的电影 该片讲述了 因赌术精湛闻名于世界的赌神高进 由于意外高进误入某人设下的陷阱 头部受重伤而失去记忆 高进手下与外敌勾结 企图取代高进的地位 并谋夺其家产 一场世界瞩目的赌王大战 在公海拉开了帷幕 接下来就要讲周润发 在电影《赌神》里的精彩表演 周润发饰演的高进 那个在赌神中 出场自带BGM的男人 他带着微笑来了 如今高进鼓掌的片段 被网友们做成了表情包 以后在互联网上想鼓掌 谁不想借发哥的一对手呢 7.梁建平与郑子诚 梁建平与郑子诚的表情包 出自于翡翠台 2010年的电视剧《独心神探》 为所欲为的表情包疯狂流传 让梁建平和郑子诚也火了一把 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认识 前几年真的有游戏公司 请他们去拍广告了 一个手游分享社区 邀请梁建平与郑子诚拍摄广告片 并且又制作了新的有钱表情包 对于凭借表情包大火 两位演员也有点唏嘘 郑子诚就表示 没想到因为七八年前 电视剧里的一句台词 竟然与好几年没见的梁建平 有了再度合作的机会 而演员梁建平则是 开通了自己的社交平台 公布了他们拍摄游戏广告的消息 并且回复网友 拍摄的广告预计8月就出了 8.李耀祥 流行是TVB2010台庆剧 《金国枭雄之一海豪情》中的男主角 扮演者为李耀祥 他与邓翠文扮演的郑九妹之间 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感人爱情 他们在乱世之中 相濡以沫互相扶持 感人至深 而在《金国枭雄》中的一段台词 被一位博主选中 为鬼序素材 瞬间点燃了某网站 鬼序区的创作热潮 流行表情包融入了各种热梗 名曲从此一炮而红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 而流行于梁非凡的对白 已经在鬼序区传唱了12年 夸张一句 隔着屏幕都感受到这十位 广东人喜欢使用港产表情包 很大程度上代表着 他们对那些港剧港片的 回味与喜爱 对于刻在《广东人文化DNA》里的 经典片段 只要我们看到一个画面 一句台词 脑袋就能自动播放语音 但随着港产电影 电视剧的影响力 每况愈下 在下一个世代 我们还是否能继续看到 港产表情包在网络上流行呢 这个就有待观察了 希望香港明星 不仅用表情包出圈 更能带来更好的作用 今年来 秦淮已经成为了新的流量密码 各大综艺和影视剧 抓住观众的怀旧心理 或组织剧组重剧 或推出延续 或者翻拍经典的影片 当演员再换上经典成名角色的造型 总能引发观众一波回忆沙 今天就为大家盘点香港娱乐圈 那些女星饰演过的经典角色 1.朱英 紫霞仙子 朱英1971年出生于香港 1991年加入TVB 以学生身份任儿童节目 闪电传真机主持人 1992年毕业后 正式签约TVB 93年首部电视剧 都市的童话是叮当 担任女主角 以活泼跳脱邻家女孩形象 深受观众欢迎 期间一直备受重用 曾参加与电视剧 包括改编倪框名著 袁振霞 饰演护士助手云彩 金庸名著 射雕英雄传 是黄荣 连政行动组等剧集 担任女主角 获一致好评 之后更参演改编 金庸名著 陆顶记者 小宝与康熙 是阿科及陈圆圆 和金庸名著 雪山飞虎 琼瑶作品苍天有泪 是萧宇娟 古龙作品萧十一郎 是沈碧君等女主角 电影方面出道至今 曾参演的电影超过40部 不过朱英饰演过的 最经典的角色 莫过于大话西游至 仙旅奇缘中的紫霞仙子 无论翻拍过多少版 至今没有人能超越原版的紫霞 在黄土纷飞的高原上 朱英身穿一身雪白的长裙 黑发红唇 手里握着铃铛 仿佛是掉入人间的精灵 不是人间烟火 尤其是当她面对周金驰的时候 眼里全是爱意 痴情又专一 就算没有结果 也要奋力去追爱 这一幕打动了很多人 也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 那一年朱英才24岁 朱英最近这几年 扣死紫霞仙子的造型 上了不少综艺 上王牌对王牌时 当观众看她牵着小毛驴 伴着音乐出场的时候 依然很感动 虽然神态不比当年 眼神略显疲态 但还是保养得很好的大美女 气质依旧 二 赵雅芝 白素贞 赵雅芝1954年11月15日 出生于香港九龙半岛 1971年 17岁的赵雅芝 毕业于香港天主教 崇德英文书院 之后于日本航空公司 担任空服员 1973年 赵雅芝参加 无线电视举办的 首届香港小姐竞选 并获得第四名 三年后 因向王演艺圈工作 而辞去空中小姐一职 加入无线电视戏剧组 开始参演无线电视剧 赵雅芝加入无线电视后 开始接拍多部电视剧 其中包括 《尘封破浪》里的 《诗书风》 《大报复》里的 《韦婷》 《大亨》里的 朱敏之 《倚天屠龙记》里的 周芷若 《楚留乡》里的 苏荣荣 《上海滩》里的 冯澄澄 其中赵雅芝与 郑少秋合演的 1978年 《倚天屠龙记》 赵雅芝的第一部 古装武侠剧 也是因为 她演的《一天屠龙记》 让香港观众 看到她美丽的 古装扮相 之后赵雅芝 演了不少古装武侠剧 例如《楚留乡》 《刀神》 值得一提的是 1981年的《非英》 使不少观众 公认她为 当时的古装第一美人 这部剧 让赵雅芝获得 2011年 新加坡新传媒华语剧 50年古装美女第一名 赵雅芝也凭着 在《楚留乡》 和《上海滩》的精湛演出 与港台东南亚 红头半边天 达到演艺生涯的高峰 其后赵雅芝 也在多部电视剧中 担任女主角 从1970年代时 至1980年代 仍连续成为 无线电视旗下 当家花旦 1992年 赵雅芝主演的 《新白娘子传奇》 成为许多8090后的回忆 赵雅芝在其中 扮演白娘子这一角色 这一角色 也是赵雅芝 出演过的作品当中 最著名的一个角色 这部电视剧 在后来也被翻拍成了很多版 想彻全世界 在剧中白娘子 是一个美若天仙的蛇妖 虽然她是蛇妖出身 但她却有着一颗菩萨心肠 心地十分善良 她带着自己的一身医术 来到人世间 玄壶济世 拯救了许多受疾病折磨的人们 与自己的前世注定之人 许仙在西湖断桥相逢 后来一名寺庙里的僧人法海 她始终想将蛇妖收服 在她眼中蛇妖都是祸害百姓的人 所以她一直对白娘子追个不停 最后将白娘子镇压在雷锋塔之下 拆散了她与许仙这位鸳鸯 赵雅芝将白娘子的善良塑造得淋漓尽致 她也是通过这一角色 在娱乐圈成功爆红 不过据说 曾经赵雅芝并不是导演心目中 白素贞的第一人选 当时的导演是想请潘子盈 来出演这个角色的 可能现在大家对潘子盈 感觉都不是非常熟悉 但是当年的潘子盈 也是女神级的人物 尤其是她所出演的小龙女 更是不少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 但是因为片酬问题 潘子盈拒绝出演白素贞这个角色 不知潘子盈是否为自己曾经的决定 而感到后悔呢 3.李若彤小龙女 李若彤原名李慧贤 她自小在香港土生土长 于1986年任职于 国泰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中服务员 后来被星探发掘 或要拍摄广告 1990年李若彤进入广告业 1992年在徐克指导的电影 《妖兽都市》中饰演重要角色 签约公司后开始大量拍电影 1995年拍摄了 由金庸武侠小说 改编成电视剧的《神雕侠侣》 李若彤在其中饰演小龙女 该角色最受观众的喜爱 李若彤长相温婉大气 一袭白衣称的她肤白如雪 嫌然巧笑仙气十足 李若彤的古装扮相特别有气质 仿佛是从古代穿越而来 完美地诠释出小龙女 冰青玉洁的形象 时隔多年 李若彤在综艺节目中 再次扮成了小龙女的样子 长发飘飘 气质非凡 当李若彤一出场 在座的观众 没有一个人敢发出声音 生怕惊动了这位下凡的仙子 能看得出 李若彤保养得非常好 除了皮肤有些松弛 五官并没有其他变化 最重要的是 她的体态特别好 已经50岁的人了 依旧精气神十足 4.张敏 赵敏 1987年 张敏被导演王金发掘 随后加盟永胜电影公司 出道不久 继承为香港1990年代 赤手可热 拍片最多的女星 诸多武侠电影 都有张敏的身影 与当时众明星 几乎都合作过 尤其跟周星驰的合作 最广为人知 例如赌神 赌圣 桃学威龙系列 陆顶记 《性经五门》 摩登五圣 武状元素起儿 九品芝麻官等等 张敏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就是出演 《倚天吐龙记》中的赵敏 那时她25岁 正值青春年华 首次出场时的她 身着白衣 头戴金冠 折扇轻摇 嚣张跋扈 显然就是原著小说中走出来的 英气又贵气的赵敏 起码回眸成为了无法超越的经典镜头 王晶当年改编时改动比较大 而且也使用了很多流行和前卫的词 影片上映时票房并不理想 所以计划中的第二部没有拍 片中的大都剑也最终没有能实现 时隔20年 王晶带着她魔改的《倚天吐龙记之九阳神功》 和《倚天吐龙记之圣火雄风》来了 这部片子从选角宣发到上线 被观众从头议论到尾 魔改的剧情就不说了 主演们都令观众们不满意 被王晶拉来帮忙宣传的张敏 也让人幻灭了 同样的造型 同样的动作 但却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味道 甚至是长得都不一样了 张敏早在十年前就退圈 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 这次出来帮王晶做宣传 观众看到容貌大变的她 还是大受震撼 景点之所以是经典 是因为过了多久 也无法再被超越 5.周海妹 周芷若 1985年 周海妹首度参选 《无线电视的香港小姐竞选》 而开始演艺事业 虽未能晋升决赛 但周海妹进入 《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 第一期议员进修班后 却获得《无线电视》合约 并成为旗下艺人 其后参与多出剧集演出 其中演出的电视剧 有《流氓大庭》和《生命之旅》等 直至演出一部容辞 而红极一时 迅速成为《无线电视》 当红花旦 1993年至1994年 香港拍摄播放了电视剧 《一天吐龙记》 在该剧中 周海妹所饰演的周芷若 无论是外在容貌与装扮 脸部表情与眼神 个性和行为举止 内心的感情戏 都宛如周芷若 活生生地从书中走出来 迄今依然是 他人无法超越的演艺成就 而由于周海妹完美的演出 诠释了前后个性差异极大 而且心理状态十分复杂 被公认为极难表演的周芷若一绝 凭借此剧便奠定了 他在华人演艺圈中 不可动摇的演艺地位 周海妹近视1200度 在拍摄过程中 因为长时间拍摄 眼睛干涩 所以影片呈现出来的是 他经常双眼迷离和眨眼 这非但没有打折扣 反倒是为人物增添了色彩 2015年他上综艺节目 再次扮演周芷若时 49岁的他虽然有点显老态 但是变化并不大 随后他又参演了新版 《一天屠龙记》 这一次他饰演周芷若的师父 灭绝师太 剧中他的状态依然很能打 不过他老是瞪眼 眼睛受到观众诟病 最后其实变老是自然规律 女星们也会变老 青春不在 但只要看到经典的扮相和BGM响起 还是会把观众的记忆带回到从前 他们在最好的年纪和最好的状态 塑造了经典的角色 最美的一面永远留在了荧幕和观众心中 以上就是女星们饰演过的经典角色 你最喜欢哪个角色呢 如果喜欢此视频 欢迎订阅我们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